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主办首届的 基隆浪曲嘉年华音乐会 邀请到强大的卡斯 浪漫现场 吸引了许多基隆市民 和外地的游客到现场 享受海洋音乐 烟火秀 同时也带动周边的消费商机 3 2 1 哇 2024基隆浪曲嘉年华 正式开心 市长谢果良带领市府团队 结合基隆区域会等单位 正式启动基隆浪曲嘉年华音乐会 首日邀请到强大卡斯 包括陈世安 徐佳莹 基隆出身的金曲歌手 五四爱等人浪漫现唱 吸引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 坐在大草地上 一起享受这场 在基隆山海美景环抱下的浪曲音乐会 就是觉得有山有海 然后有这个草地可以让小朋友奔跑 如果你是这个其他的朋友 我们今天有带吃的吗 还有在这边啊 买这边 这边很多市集的活动 对 这边就是我们来 摇滚居 有我们刚刚就是吃的都在市集那边买 一定要力挺一下 觉得很棒 就是很舒服 这样整个超大的 舒服还可以用这个 野餐店 就脚不会酸了 真的是基隆好棒哦 我都想搬来基隆了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基隆参加 基隆LUNCH的连续两个晚上的 我们的演唱会 基隆办演唱会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有山有海 这个是其他地方的演唱会 比较没有的 那我们希望发挥基隆的特色 让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呢 也有非常多的市集 让大家可以边吃边听 边听边吃 那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也有很多很强的卡丝 不管是市民好朋友 还是外地来的观光朋友 希望有空就在基隆走走玩玩 记得要消费哦 促进一下我们基隆的景气 再次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基隆LUNCH 谢谢大家 谢谢 他情节忘了我 但是他并不想和 遍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其实这是我 我上次以来看过最多一次的人潮啦 然后其实今年刚好也是我们锁管季 第20周年 然后其实去年也在 潮进海湾节那边主办嘛 然后其实经历就想要扩大一点 所以特别跟文化观光局一起合作 然后也请了那么多重量吉卡师哦 然后也让今天的人潮真的是爆产 文化观光局跟产业发展处一起整合 针对我们基隆的夏天做一次个整体的全面其交的推广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到基隆 不仅是欣赏我们吃我们的海鲜之外 也可以看我们更好的一个海景 渔港周边还安排了许多美食特产餐车市集 也带动周边店家的消费商机 晚上360秒的烟火秀 更是将活动带到最高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观察 这场基隆浪曲音乐会嘉年华 充分展现了基隆山海的浪漫特色 获得民众大力肯定 周边店家也感受到八斗子渔港碧沙博区这里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感谢市政府用心推广地方特色活动 让所有参加的民众 共同在基隆度过了快乐的夏日夜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等待近八年 位在内湖的台北市动物之家 新建工程终于动工了 由台北市长蒋万安 亲自主持开工祈福典礼 希望以动物福利为优先 打造亚洲人道德标杆的生命教育场域 动土倒数 三二一 请动土 第一陈开工顺利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青 与多位市议员共同职产下 等待将近八年 台北市动物之家新建工程终于动工 这项耗资12.7亿元的重大工程 预计116年下半年完工 117年开幕营运 蒋万安特别引用印度圣雄甘地的话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看它如何对待动物 强调动物福利是全球普世价值 相打造台北市成为动物保护的领头羊 其实对于动物保护 动物福利 这项议题 所有的市民朋友 甚至全世界都非常的重视 这已经是全球的普世价值 也是台北市身为永续城市 很重要具体的产现 所以我常在很多场合讲 印度的圣雄甘地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是看他如何对待动物 所以一直到今天 民众都深刻感受到 当时圣雄甘地这番话 也所以为什么 我们对于新的动物之家 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刚刚总工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他纳入非常多的元素 不单单只是 对于动物的收容 我们让整体收容的环境 全面的提升 以外 我们更加入了 包含 回到家庭 亲子游戏 以及很重要 我自己非常重视的 生命教育的意义 要融合在里面 议长戴希钦 致辞时感谢的表示 终于等到这一刻 他也以前总统 蒋经国的名言 今天不开始 明天会后悔 肯定蒋世福的决心 克服经费 暴涨及缺功等问题 努力推动这项工程 在重视动保的前提下 议会不分党派都会支持 动保议题 在这么多年来 已经是一个显学 虽然它只是一个动保处 但每次 不管是在部门咨询 总咨询 都是议员们相当关注的议题 包括我自己 我刚看到简报特别提到 从民国89年 我们用临时接吻的方式 来安置这些流浪动物 大家记得 民国89年是西元2000年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我在2006年进到市议会 我跟我们在地的王孝伟 以为是统一批经议会的 到现在已经第六届 迈入第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来 坦白讲 我对动保议题的质询 历任动保处长 大概被我质询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今天终于我们的动物之家 新的工程新的设计 能够动土 我想当然是对我们台北市 在提升动保形象上面 以及实际 不管对流浪动物的照顾 以及对动保议题的实质努力上面 有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们更希望 站在预会的立场 我想我们跨党派的议员心态 都是一样的 只要钱花在倒口抗 该花的一定要花 但是我们要严格监督 所有相关的预算经费 不能够浪费 讲完进一步说明 未来动物之家新设施 包括冷气 通风系统 独立收容空间等 将显著改善动物收容环境 同时二三楼还将针对 领养需求和分区收容设置专区 顶楼甚至还规划有放风和运动空间 更重要的是 融入了生命教育的意义 让动物之家不只是收容所 屋顶的配置我们配置的是一个狗运动场 狗犬姿可利用我们的犬专用坡道 上到屋顶床 然后依据不同的体型 分区来运动 以提高犬姿的运动频率 未来我们二三楼会针对 不管是领养的需求 收容的需求 分区的收容 我们还有安排每一层 以及顶楼 放风跟运动的空间 另外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包含气味噪音的防治 我们也有特殊的空调系统来防治 那最后我也知道 未来我们这个新动物之家的建物 会取得包含绿建筑 以及智慧建筑的标章 所以 这个案子我们即刻的决定 就是避免未来 如果时间再往后延 包含缺工的问题 物价的上涨 甚至包含垃圾处理费 如果持续增加 会让整个工程要再进行 就更加的困难 占地1.2公顷的基地内 除了动物社和狗公园之外 还设有宠物选品店 咖啡厅 浪浪回家故事馆 美容室 物理治疗室 行为矫正中心 医疗中心 及宠物火化祈福室等 复合式空间 动保处长陈寅豪强调 动物之家改建计划 以提升民众认养率 和加快动物周转为核心 想打造一个结合 教育 休闲 治疗和文化的多功能场所 让动物之家成为动物和人类 共农共生的友善社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湾最高等级地板滚球国际赛事 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 在新北市政府举办赛事启动记者会 由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 中华帕拉林匹克纵会长慕敏珠 及新北市选手代表刘嘉生 共同启动赛事 西北市政府办理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 赛事将在7月26号到7月31号举行 欢迎民众踊跃到新庄体育馆 一起为选手加油 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 可说是8月巴黎帕奥的前哨战 这次比赛将有10个国家 161位身杖地板滚球精英选手 及队职员来台 在新庄体育馆同场竞技 我们这一场叫做World Bocher Cup 也就是世界国际地板滚球总会 认可的核定的我们的主办权 所以我们这一场比赛选手 所有的成绩记录 对于选手本身的这个排名 还有名次积分都会保持正式的记录 而且对他们有很大的资格上的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这次我们有10个国家 163个队职员选手来参加 因为地板滚球是一个重度伸脏运动 所以选手实在说起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不但坐在轮椅上 要克服他们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便 同时呢 他们还要有很运用他们的智慧跟技巧 来赢得他们的这个积分 中华帕拉林匹克总会长慕敏珠说 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 是台湾最高等级的地板滚球国际赛事 每年全球仅举办4场 属帕运等级的积分赛事 本次赛事由22位世界排名前10的国际选手参赛 展现出高强度的国际经济水平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个甚至于重度伸脏 他手跟脚他没有办法丢球 像这个像他这个球他要这样丢 他没有办法丢的时候 他就要用那个管道 就是像我们的那个球的轨道这样子来做 然后甚至于他可以用嘴巴含着一个那个棍子 来吐这个球 所以我们这个地板滚球有很多选手的这个表现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真的很了不起要克服这么重度的身材 还有很多他做那个电动轮椅 他没有办法操纵轮椅 他更没办法推这个轮椅 他做电动轮椅 他甚至于没有办法受于身体的限制 他必须要用那个电脑辅助的那个来掌控 他的电动轮椅和他很多的那个动作 那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感动 本次参赛的24岁 新北市选手刘嘉生 从小因为喜欢看棒球 而有了想当奥运选手的梦想 当时觉得自己身为一个伸仗者 完全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直到大山开始接触地板滚球 为运动员的梦想开启了一道曙光 透过努力不懈的训练 嘉生不仅在113年全国身心将来运动会 夺下男子组亚军的好成绩 在国内外大小赛事 有屡获夹击 应该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运动员 这样因为平常都喜欢看棒球跟篮球的比赛 所以就有一个梦想想要成为运动员 但是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身上者的关系 可能觉得没有机会 然后很荣幸的在大山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读的是世新大学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武将在支援中心 就是邀请我们的那个中华地板滚球协会的 那个教练静瑶老师 然后来到我们学校来就是指导我们这样子 然后开始接触了这个运动项目 对然后也让自己就是有一个兴趣 然后可以就是让自己可以参加各种不同的比赛 然后累积自己的经验 然后可以想要挑战国际舞台这样子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笑容儿童美术馆》 先生展出由匈牙利艺术家 汤明许策划的特展 《艺术健身房》一起练出文化力 以健身房为主题 运用钢筋的材质与线条的特色 进行展布空间 总共展出了14件 兼具健身功能的创作 暑假期间就吸引了许多亲子到场 一边练身体 一边体验全新的艺术文化 这场由匈牙利艺术家汤明许 在《笑容儿童美术馆》所策划的特展 就是以健身房为主题 当中所有的运动健身器材 都是用钢筋的线条所打造 全部14件艺术创作 也都是可以互动体验 而且详细看 作品当中还大量运用方块汉字 让大小朋友在一面运动 一面也可以看见梦想希望的字样 甚至在平衡练习感 也融入台南400的在地风格相当特别 暑假期间就吸引幼儿园来户外教学 大家玩的不亦乐乎 平衡版最好玩 为什么 因为它会摇来摇去 会不会很难 不会 你玩的哪个最好玩 独木桥 这是最好玩 那个叉叉版 为什么 因为可以摇来摇去然后又走路 很开心今天带小朋友来这边做一个 艺术健身房的体验 那这里的运动器材跟小朋友平常用的 实在不太一样 那小朋友也非常地 玩得非常地开心 那我觉得这个艺术跟体育做结合 是一个非常棒的那种创作的那个思维 那在上面也符合很多台湾的一些的文字啊 是 然后就是让这些运动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运用 这样子 那今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地开心 对 那 那 体验到他们 与以往不一样的那一种运动的那个模式 像那个举咒他们就非常地喜欢 对 还有以及他们的足球的部分 确实运动和艺术往往被认为南辕北侧 不过在艺术家手中却变成独树一致的创作风格 用艺术健身房一起练出文化力为号召 特别在全球迎接奥运之际 运动闯关最后还有颁奖台 趣味的呼应也让观众耳目一新 展览也颇受好评将延到9月29号 有我们艺术家汤明雪先生 他是奥地利级的艺术家 他要把那个文化跟艺术跟运动结合在一起 让民众很平常的 我们来接触这些文化跟运动 然后是一个日常的 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更健康 然后跟艺术结合就这样 艺术健身房 在带你来看凯米台风造成了高雄市区多处淹水 许多的小客车都成了泡水车 车商预估之后将会有大量的泡水车流入市面 近期如果有选购二手车的民众得多加小心 凯米台风庞大雨量造成高雄市多处淹水 许多人的爱车成了泡水车 老板表示车子遭淹的高度决定是否能修理 若是淹水超过仪表板就等于是报销 第一个阶段是比较不严重的是在淹到那个固定 就是座椅下方 因为那些是那个电线是连接前后的引擎跟电脑控制 那个民众是没办法清理来的 一定要找专业的那种洗车公司去帮你清洗 那清洗完之后你车子还是必须要曝晒 把它完全能够把那种积水把它干掉 所有车子的行车电脑 拧气压缩机 电脑控制 通通都是在仪表板下方 如果淹到那个仪表板以上 那个车等于就是没救了 因此若有车子家保属于车体险的台风洪水险 或泡水车补偿险才能获得部分补偿 但车子过旧也没有办法申请家保 因此投保率相当低 仅有1% 我有两台车淹在下面都是20年以上的车 不然公司本身就不愿意乘保这种车子的权险 对 也没办法保 业界预估高雄最少有1000辆泡水车 经过清理后就会流入高雄以北的二手车市场 民众得学会如何辨识泡水车 以一台那个50万的国产车 他们车上在收购可能就是5到8万 然后他回去之后就是花个几万块 就是五油三水换一换 然后电线电阻洗一洗 车内晒干 他就上架就再卖了 他的净利大概都是二三十万 自己要学得懂鉴定那种泡水车 比如说他的细缝有没有黄泥巴 然后车内的铁键就是座位底下的螺丝 然后点烟器那些铁键有没有生锈 如果有生锈就是百分之百就是泡水车 由于泡水车功能不稳定 可能使用没多久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建议民众选择熟识的车商购买二手车 确保自己的安全 另外凯米台风造成高雄多出淹水 许多人的燃油摩托车也成了泡水车 店家就提醒 车子淹过水超过脚踏板 就有损坏进水的风险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通电 用手推着车子到摩托车行来检修 到三天之内 只能没有办法收到 你帮我先放在门口 然后我再跟你联络 店家说着抱歉 因为要修的摩托车 早已把店门口都占满 凯米台风造成高雄市多出积水 居民一大早发现摩托车发不动 只能迁来车行讨救兵 而燃油摩托车淹水超过脚踏板 就有损坏风险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要超过脚踏板 因为现在的油桶都坐在脚踏板 如果水进到油箱的话 一样的意思啊 你的车子就不能有水嘛 你只要一开电门 汽油帮扑一戳洞 油过去水也会跟着过去啊 过去的话引擎就再见了 排气管到处积水 摩托车光是在禁止状态 只要淹水高度超过排气管 管内就会进水 接下来一通电或是发动 就会造成引擎进水 后续相当麻烦 如果清油箱 这个排气管进水 这个都要拆下来 这个整台车的车口就等于全拆了 对 然后你清一清 你还要抽汽油起来 然后油桶还要洗 洗完还要擦干 然后再加新的汽油 你看那个公司 一台车大概最快要三个小时左右 摩托车是许多人的代步工具 通电后发现好像还能骑 就勉强上路 但泡水摩托车就像车子得了癌症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状况 那因为我还可以骑啊 所以老板帮我看一下 如果可以骑的话就代步啊 因为要载小朋友上下 他们有属修啊 有属修班啊也没有办法 对啊 对啊 要赶着 其实要赶着今天修好的 对啊 泡水车之后 加减都会有后遗症 不管是电路啊 或者是油路啊 加减 因为它里面加加减 加加减减都有水 你不可能把它清得很清晰 车行老板表示 燃油摩托车泡水 最标准的就是用手推着车 到车行拆解 才是省下最多时间 与金钱的方法 记者李嘉隆 佩山高雄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中加宽屏首创全国 推出了超高速25GB 的企业商用宽屏服务 结合国际设备大厂 Nokia 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 有训科技 让宽屏体验大幅提升 支持客户迈向超高速的 飙望新世代 中加宽屏因应数位时代 全新超高速25GB 宽屏服务正式推出 瞄准商业应用场域 支援企业端的即时数据分析 及高流量的云端连结 及档案传输等应用 让企业可以享受 最快速的标网宽屏服务 我们是台湾第一家推出 25GB超高速宽屏的业者 那这个服务 主要是给国内企业 有大平凡的需求 那我可以马上想到一个 就是譬如说 现在大巨蛋办任何活动 它有很多的用户 那它需要连外 把它这个转播的很多的用户 可以使用 同时也可以让外面的人欣赏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用 25GB的超高速宽屏的使用场域 特别是有感的是说 因为它是超高速 所以说你在使用上面非常顺 绝对不会有lag 那特别是台湾开始从4K 慢慢要走向8K的时候 当消费者做8K的这个streaming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服务呢 是完全很顺畅 完全不会有卡卡的情况 中家宽屏结盟国际设备大厂Nokia 继台湾网通领导品牌D-Link 有询科技 多元化的企业服务组合 满足各客户的使用需求 我相信透过这次呢 我们跟中家的合作呢 应该可以把整个台湾的宽品市场 带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去 那相信这样子能够促使整个台湾 整个企业呢 我们在未来这个网路上面呢 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 我们在AI或者相关的这个使用者体验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子的时代来临 D-Link 也配合了这个中家宽屏 这次的一个新产品新服务的上市 那我们也配套了相关高速的这个网路跟网路产品 加上这个网管的这个服务 蛮配套的 希望给客户最好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高速网路的全新体验 我想对客户来看 最重要的这个是产品的这个可用性 好稳定性 那第二个就是因应了这个高速的这个GPOL的服务 然后网路架口的这个可以提供高速的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网路的那个基础的一关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网路的这个安全性 好 治安的一个服务对客户来讲现在是非常重要 近日中家宽屏获得全球网路测试分析机构认证为 下载速度及稳定性双罐网 成为客户认证的宽屏品牌 此次的最新25GPOL超高速宽屏方案 相信能为市场及客户打造最佳最快的网通体验 记者丁克宇 温云郡台北报道 在地方连署争取近十年后 桃园市府改造原本五权炮阵地的军营营社 成为市民活动中心及长照中心 启用咯 期盼提供社区居民优质的活动空间 圆满地方多年的心愿 大一区五权市民活动中心正式 剪下彩带地方盼望多年的五权市民活动中心正式启用 这里原本是国防部的五权炮阵地 占地约一公顷全闲置多年 被当地民意代表和居民联署努力争取下 终于在22号判到市府把银舍改建成活动中心 并复合长照中心 桃园市场中盛正期盼借此提供社区居民优质活动空间 圆满地方多年心愿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活动中心 还结合了长照 还有松博会老人家长辈的使用空间 这个地方原来是国防单位炮阵地 但是随着国防的科技化 不需要这么多建筑 所以就移转给我们市政府 我们市政府就编列经费 把它做了一番整修 希望这栋活动中心以后 可以帮我们五权里这边 大圆这边 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有用 多功能的一个活动地点 在地五权里里长也感谢 十几年来各方的协助 让闲置的营区最后能成功 变身成为社区的活动空间 加上未来大圆区生活会 礼办 巡手队 关怀据点都会进驻 让这里成为五权里的新家 已经争取了十几年 到今天已经办进宫典礼了 在这里感谢我们所有历任的 不管是历委还是裔作 还是我们历村历长共同打拼 部分是要办长照 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社区 发展协会的一些 多功能的使用 还有里办公室 松博会 巡手队都是在这边 就是一个五权的大家庭 是共同的一个地方 台湾市议员许齐万也回忆 协助争取的过往 昨天在今日有了结果 让他很开心 并表示未来如果设备有所欠缺 也乐于提供协助来 优化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 在我当最后台湾市议员 台湾先议员 最后一阵议员的时候 就开始争取 包括再来申格之下市以后 也积极 也拜托我们廖政典 也拜托我们立委来帮忙协助 那这完成以后 还有很多的设计 里面的设施 还要再补充 那要补充设施呢 我们会积极的 跟里长跟公所跟市政府 再来做争取 让整个市民活动中心 它的功能更趋全 也提供给市民更优质的 一个活动场所 台湾市议员游和 现场巡视活动中心 调解场地 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并提及航工程 也有多处活动中心 奖委征收拆除 他因而呼吁市府 国出部分标准的 平点地价基金 来协助这些社区 重建活动中心 照顾大员各个聚落 刚才李明有带我稍微走一下 针对一些钢筋揉弱 针对一些高低差 还有很多我们必须 后续我们跟里长再配合 要怎么再让他尽善尽美 那长辈来这边活动 来这边集会 不要受到伤害 那因为航空城的征收 征收案一直在进行当中 那很多生活的空间 运动的场所都被征收掉 那后续像这种集会所跟公园 我们会努力来争取 因为我们航空城开发以后 它的土地要去飙售 我们平点地价基金 应该拨出一定的比例金额 来协助我们这些被征收里面的 里集会所公园 跟一些场所的建制 在地方人士气而不捨的努力下 大圆闲市多年的武权炮震 递来了个华丽变身 不仅满足社区 对室内活动空间的渴求 也重新活化土地 顺服期盼能加会市民朋友 提升生活品质 介绍的平台报道 桃圆市立图书馆 设置北台湾最大的比利时专区 共藏有440本的绘本 未来规划每月一场的 比利时绘本故事分享 及系列活动 欢迎大小朋友 一起来阅读听故事 桃圆市立图书总管 日前正式启用 北台湾最大的比利时绘本专区 里面有440本绘本 其中300多本是由 比利时台北办事处捐赠 启用典礼当天也是捐赠仪式 除了书籍之外 他们还捐赠了 竹子座的环保书架 未来还会安排 法语绘本故事讲座等 系列活动 欢迎大小朋友 一起来阅读听故事 特别感谢比利时台北办事处 我们马策 马处长 从今年2月份台北国际书展 在策展比利时专区的时候 就考量到未来要整个移植到 我们桃圆市总管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块 小而美小而巧 那就是一个我们台湾跟比利时最好的一个文学 跟阅读交流的一个原地 那刚刚看了这边的捐赠的书籍 有一些是比利时有翻译本 翻译成我们的中文 方便孩子阅读 那有少部分的套书 所以还没有翻译 但是未来我们这一期会每个月 至少办理一场的绘本说故事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题材 我们有法语老师 会专门来为小朋友们说最喜欢听的故事 比利时台北办事处 将前政治国际书展的展柜跟书籍 通通送给桃圆市立图书总管 处长马策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捐赠 让更多读者认识比利时文化 开拓世界观 增进国际情谊 我非常感谢桃圆市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比利时捐出非常好看 我觉得台湾的小朋友 也大朋友 一定要很快乐看 这本书来在这里 认识更多东西在比利时 看书为了身体很好 看比利时的书为了身体更好 谢谢 7月21号是比利时国庆日 因此启用典礼当天 新浦国小的孩子们 也一起合唱法语版的生日快乐歌 为比利时庆生 比利时是全球绘本及漫画 产出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桃圆市立图书馆搜藏了比利时历年来最佳的原文绘本跟漫画 将这些书中真品带给大家 比利时专区成立不仅提供读者借阅服务 更与南市国小合作 规划每月一场比利时绘本故事分享 以及一系列活动 欢迎家长跟孩子踊跃参加 今天是青法战争140周年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规划了青法战争140周年的纪念活动 让大家更认识140年前 在基隆曾经发生的这一场国际战争历史记忆 并进一步传达爱与和平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结合专家学者与艺术家 共同策划青法战争140周年纪念活动 记者会上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与策展人王滕崇表示 将透过声音光景装置和文献资料等系列活动 让大家更加认识140年前 在基隆曾经发生的这场国际战争 邀各界进一步认识基隆看见基隆 其实青法140 我们叫青法140的一个战争 毕竟还是属于法国人来侵略台湾时候的一个过去的一段历史 那这次的历史里面 我们其实特别整理了基隆人 怎么样勇敢的去团结暖暖相拥 去抵御外地 然后甚至过去在林朝洞还有朝治中 他们怎么样用台湾人跟基隆人精神 去打退法国人 但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当然不是想要倡议这个战争 而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只是希望说能够有爱与和平 但是更重要的是基隆人 是一个勇敢的基隆人 我们更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乡 虽然透过这个战争我们被事件看见 但更重要我们去传递的是 基隆要传给世界的是爱与和平的一个历程 其实我们8月3号就是正式openning开幕之后 当天晚上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声响艺术的一个启动 那这个启动除了在我们的 新的防空洞走进1884之外的一个声响艺术 还有就是我们现场在大沙湾有个环境式剧场的表演 以及我们会点亮我们的那个法国公墓 用我们的在地的艺术家做一些灯光艺术 除此之外呢最后可以回到我们的美术馆 来去了解1884年 140周年以前的那个清霸战役的所带来的一些历史事件 那这也是我们特别为了回应清霸战争 来去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除此之外我们在后面 8月11号也会有一个和平追思会 以及我们9月份跟法国有做一个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 Fresh Weekend的一个Learn Peace的一个活动 四级活动 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历临来感受 那最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白米红炮台 做一个三的一个音乐会 来去换出爱与和平这样的一个概念 清霸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将让各界民众了解基隆当年在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定位与价值 也凸显当时台湾人民对于自己土地的认知与勇气 更进一步呼吁任何战争都是无情的 需要用爱与和平去面对未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中华文化总会《匠人魂》系列影片 记录台湾的百公百业 其中最新的一支影片 特别到台南南化观山拍摄记录专门制作 手工黑糖的张锡兵父子 热腾腾的糖浆在锅里翻炒搅拌 炉灶里是一根根的木柴 手工柴烧黑糖的做法 出自台南南化区的观山里 两代黑糖匠人张锡兵和张悦腾之手 如今他们的故事被记录在文化总会匠人魂的影片中 做的是古法柴烧黑糖 我们用的是传统汉人的制作方式 所以对我来讲它更深层的层次是 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扭带 对 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互相的磨合 互相的体谅 然后互相学习成长 台湾曾是这堂王国 台南更是知名堂都 但在过去 制堂全由官方垄断 手工私制的黑糖 不仅反映着时代背景 庶民文化 手工熬煮的黑糖 还甜蜜着许多老一辈人的回忆 我们在小时候 看阿公外公在山上种甘蔗 那种糖 我们小孩子就旁边都到老家 事实上是忙着吃糖 那真的是 以后再也不到 吃不到 现在我早 我以为早就失传了 原本是还在这边有 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 这样一个农村过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来思索探讨的 官山里的风土滋养了两代制堂师 以友善农法种者 柴烧古法炼堂 用共同的坚持 打造在地文化 即将说坏坛的报道 再带你来看高雄燕潮 有一位斜杠的巴勒行农 原本是在电子业工作 但因为公司的订单减少 他开始回家 协助父亲种巴勒 一起来看看他 协助家种巴勒农田 转型的旅程 就是他屁股有开了 然后加上他的颜色没有那么深 就可以了 炎炎夏日采收着巴勒 这里是高雄燕潮的一处巴勒农场 返家帮忙的林秀棉也秉着烈日 努力地整理农场 用心看顾每颗香甜的巴勒 虽然本身已经有电子业工作 却还是选择斜杠 返家与父亲一同务农 一直换工作 然后换到电子业 一直一开始就一直加班 就是做两天 然后再加一天 然后如果公司说如果加满班 他就是又有额外的奖金就很诱人 然后就会直接疯狂地做 后来就是因为没有班可以加了 然后想说不然 原本要找新的工作 那后来想说算了 那就是跟爸爸去田里看看 然后就做了如果有心得 做了就会开始 就是放假都往这边跑 就不会想要出远门跟朋友玩 这样黄绿色 然后那张屁股 股油开了 OK 跟着爸爸一起务农后 他也开始理解父亲 开始从父亲的视角 看待家庭 看待这个农场 与父亲同进退的生活 让他长出不一样的新视野 也试着思考自己能够做出 什么样的协助与改变 会站在爸爸的角度那边去看他的 所承受的压力 其实他 他都没有讲 然后我们就 哦好吧 对 他也叫我们不要物理 对啊 想说 想说要帮他 因为其实 帮的能力有限 再想说 因为女生结婚就要嫁了嘛 想说在结婚之前 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在离开这个家之前 想要为这个家做什么 然后就做做做 做出心得 帮他 行销他的芭拉 然后 多一点陪伴吧 然后 就是想说 创另外一个品牌 然后帮爸爸 可以有另外一条通路 可以卖芭拉 让他可以有额外的收入 我有时候也会发薪水给他 虽然不多啦 但他我就看到他会满开心的 我就觉得还不错 虽然林秀棉笑着说 自己现在有能力 透过行销芭乐 发薪水给父亲 但在经历行销上的转型之前 也经历了一段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 林秀棉一开始发现 家里装芭乐 售出的箱子 都是尺寸外形不一的 但这样要贩售到网络上 不利于行销 因此他开始着手改造 并看见世代 思考的差异 一开始要卖 卖芭拉 那就是箱子 箱子不要重要 一开始 长辈会觉得 箱子随便捡就好了 不会想到说 去订做一个箱子 对啊 因为他们不是在装箱的人 他们就觉得随便捡 但是你装完之后 你会觉得 那个痛点跟困难点在拿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箱子也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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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去订做一个 刚好的箱子 然后就是一个 几颗装 刚好 然后装 就会更省时间 之后就去订做箱子 然后再 再去设计Logo 其人设计Logo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Logo印到箱子里面 然后这样整个拿起来 整个箱子看起来有一个表紫感 然后就把它这样卖出去 对像我们拿去寄啊 然后经过路人会去看 特别看那个箱子 然后还会去掃那个旁边的QR Code 对 然后会说你们在卖什么 然后我就会把箱子拿起来 我们在卖这个 然后旁边就会教他扫一下 你会把箱子拿起来 我要拆掉了 我要拆掉了 转型总是需要沟通 林秀棉在决定解决问题后 也要解决父亲的疑虑 直到努力在网路上的行销 做出成绩后 才能够让父亲初步安心 然而 父亲却也跟着开始踏入 新的商业模式 衍生出新的烦恼 其实一开始 他们觉得麻烦 都觉得你还在那里 有的不的之类的 然后后来 后来有成绩出来 他才不会去说你 不会骂了 对 就开始慢慢转接受 因为他一开始可能会烦恼 然后就会开始 一开始就是蛮反对的 是有简直到的不担 只是他会多一个烦恼 是怕说去出去客人会闲 他可能就是对私费方面 他会更用心的 没有啊 他就说准备要买 我是说我没有用 他就说要用 我就让他用 我让他说要驾 现在不容易 油脚的地方 有什么 靠下去 用更近 我现在手上方便了 来去买 你要靠靠 你会骰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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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骰靠靠 你会骰靠 你会骰靠 过去在产销班 不需要担心的 现在转为网路行销后 全都变成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每一位网路的客户 都有不同的需求 这个从重量到种植的过程 父亲也开始跟着学习 以同面对转型的 崭新挑战 他可能就怕说 寄出去不会舔 就是寄出去会有问题 怕品质不好被嫌 这样 因为我们是直接 面对客人 对 给产销班是不用面对客人 不用解释这么多 不用一些受货的那种客 我把那个不好的挑起来 就是分析的啊 因为有虫的啊 有怪掉的 把它挑掉 因为曾经上过行农培训课程的关系 有一群伙伴可以一同解决这些困难 让成为行农的他 能够少一些困难与阻碍 有伙伴能够一起向前走 同学他们会 我们会互相跟同学聊这件事啊 因为他们 其实有些的同学都会做一些宅配 我就会问 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事啊 怎么解决 然后就会问 然后再问完之后才会去回客人的话 对 就是可以有一群伙伴可以问 不然之前没有认识那些行农伙伴 就会不知道 一个人不知道问谁 对啊 而且我们这种童年记者 其实你去这个村庄看没有人啊 都是老人家 农夫是一个人 但一群行农的结合就不会孤独 使得这条转型路变得不那么困难 能够更有动力 在一片充满未知的农田里 种植出新的市场与未来 要问爸爸 记得朱镜伍父亲高长报导 是还 最近的天气是热到让人没有食欲 这时候酸酸辣辣的泰国菜 就是开胃菜的最好选择 台唐长龙酒店 特别在盛夏时节 推出吃遍天下美食 泰富人自助饗宴 让消费者不用出国 就能吃到最美味 道地的泰国料理 台唐长龙酒店总经理陈燕铭 过去曾经派驻泰国曼谷多年 对于泰国美食研究颇深 为了这次的活动 他也特别传授多项私房 泰国料理独门配方 给酒店的主厨团队 历经多次改良 并融入创意在地食材 推出一道道开胃消暑 又营养美味的泰国料理 台唐长龙酒店主厨 也在现场示范酸辣海鲜沙拉的做法 道地的配方加上些些改良 让这道料理不止泰国人说好吃 就连台南的民政局长也大力推荐 泰国美食的特色是 它香料比较多 香料 因为我们中国爱台湾的食物 有香料油的比较少 不过泰国的美食都有 它的特色是我们说的 那你看就是香甜酸辣的特色 它滑滑吃会开胃 台唐长龙酒店自即日起到9月15期间 在吃遍天下自助餐厅 推出辣味咖喱炒蟹 红咖喱荷兰酱菊鲜蠔 女婿淡沙拉 泰式柠檬鱼 马沙曼咖喱油 打抛出佐墨香米饭 泰式酸辣海鲜 红咖喱鲜虾等多道异国料理 让消费者不用飞出国 就能品尝到最经典的泰国美食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万物奇长的年代 在高雄竟然有七样菜 只要60元的佛心便当店 要带你来看高雄三明区 这一家便当店 以接近实惠的价格推广蔬食 加七样菜只要60元 你没有听错 在高雄这间便当店 民众走进来就是为了 购买经济实惠的七菜便当 坚持这样的便宜价格 又有满满营养的菜色 吸引许多人成为 这间店的常客 因为我在他这边 已经吃了好多年了 而且菜色都比较家常菜 一般素食能够做到这样 竟不简单了 有时候晚一点来的话 就是可能都 客人很多都被 菜货被挑完了 老板也是非常有爱心 之前还有免费送给 比较清寒的便当 是免费的 当然有限量 不过我想这个爱心都是 有目共睹 店家表示 期待能够透过这样的价钱 推广蔬食理念 让大家知道蔬食的健康与美味 我们主推就是这样七样菜六十块 就是要推广素食 让大家来吃素这样 又便宜的素食 又好吃 我们有薄力多销就好 不用像外面这样 跟人家卖到八九十 就是我们想说 我们可以自己吸收的部分 我们就吸收这样 其他就便宜给顾客 透过便宜的价钱 薄力多销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蔬食 使得这间店 能被称为 高雄最佛心的便当店 记得出镜委 攀志广告上报导 陶芸市劳动局 在建国公园 举办陶芸之星 113年外国人才艺竞赛 舞蹈卓与歌唱组的副赛活动 并将在8月25号 举行决赛 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印尼摇滚乐团 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随后还唱了一首中文的 我们不一样 让民众超惊喜 嗨翻活动现场 陶芸市劳动局周末 在建国公园 举办陶芸之星 113年外国人才艺竞赛 舞蹈组跟歌唱组的副赛活动 今年规划舞蹈组 歌唱组跟短影音组三类 有50组来自各国的选手参赛 并且将在8月25号 举办决赛 希望透过活动 让在桃园的外国人 一展长才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我们今天这一个 桃园之星的外国人才艺竞赛 主要是因为我们桃园 是一个多元的城市 那桃园呢 是全国移工最多的城市 有13万的移工 那也是因为这些移工的缘故 让我们桃园更进步 那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比赛 让更多人呢 能够看见我们移工的才艺 那也让我们桃园 变成一个更多元的城市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 主要有三个竞赛项目 一个就是歌唱比赛 一个就是舞蹈比赛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 短影音的比赛 那今年呢 总共有50组的参加者 那其中包含泰国 菲律宾印尼 越南 甚至还有韩国香港的参赛者 今年的比赛竞争激烈 除了移工朋友之外 也有许多外籍的大学生来参加 选手们都是利用工作 与课业之余的时间练习 他们说这样的活动很好玩 也很开心 让他们可以来唱歌跳舞 展现自己 桃圆之心总决赛 将在8月25号 与桃圆市妇女馆国际演艺厅举行 8月底到10月中旬 劳动局也规划了一系列的东南亚厨艺交流 跟街区小旅行活动 9月7号到10月13号 在中原文创园区 还有《易游东南色彩与故事移术展》 希望透过系列活动 让市民朋友们看见多元文化样貌 促进正向交流 真正落实台湾友善多元的社会样貌 记者来尾一同一报道 高雄市公园二入 过去因为高雄拆船业聚集 发展成五金一条街 现在是贩售国内外邦普 马达 发电机 吊车等 机械五金商品的聚集地 因应时代的转变 店家也做起了网路贩售生意 琳琅满目的五金行招牌 挂满整个街道 高雄市沿城区公园二路 因战后拆船业盛行 带动当地五金业发展 接续日制零件 五金贸易贩卖 又因为是专做马达 邦普等工业用 或传体用大型机械零件 所以又称为大五金街 以前这个公园也是多次五金的 又就是因为要拖宽 把它拆掉 拆遷掉 少了很多五金的店面 早期我们这里整条都是 都是做五金的 所以有得乘路 我们很多人在这里 要找一些中国的零件 都从这里来 都从西纲台南京的提前来 现在来人们将一些商品 开始买博 再来再多年来 日本从美国来 从外国美国来 从美国的战争来 将一些外国的物件 摩托或什么火 开始厌便来 人家再去日本扮多花 扮日本的中国的机械 现在店家以贩售 帮扑马达发电机吊车等 五金料件为主 从过去转卖日本制二手良品 转为贩售国内外星品或二手零件 是许多民众挖宝的好地方 传统的东西就减速机 油烹饭 有啦 打风的啦 譬如说一些牺牙要打风啊 母路那些啊 中国的后有旧的后载货品 后新的 没有用的 后用很疼的 回来也是要靠精力 现情我修理啊 我已经做五十几天啊 那种啊 种啊 所以我们既然都改来行 我们做旧了嘛 这个旧了 可以不可以 我们都看得懂啊 店家专营各式机械零件更换 长达四五十年 技术精良 有些是交棒制第二或第三代 因应时代转变 同时经营网路贩售 上传教学影片 开拓商机 店家不怕竞争 因为更换零件仍是专业技术 大概六七成应该都是网路过来 所以他们都会锁定好产品 所以就 而且这种东西比较少人做嘛 你把东西服务跟保固做好 其实他们就比较容易购买 需要很多很多的做法来结合 现在的现在的社会 然后让人家知道我们这样子 走电商啊 然后就是一样要排影音 影音啊 对啊你就是文字介绍影音都要做啊 就测试都要给客户看啊 他才看网路下单 其实他们这个价格 或许搞不好你网路上像什么虾皮 你可以看到比他更便宜的 但是问题你这个设备最主要 你要考虑到维修的后续 你来了便宜用坏了怎么办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说有这个继承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下次到公园二路 可以到严城绿廊散步休闲 观看导览牌 搭配一旁五金街现况 了解严城五金街历史 记者李嘉楼 吴佩山高雄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封门西亚 租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勤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1.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2.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价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价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